十萬名信眾急爆西螺大橋 促用大甲媽鑾轎 緩緩越過濁水溪 信眾等著鑽轎地 人潮看不見車尾燈 十分壯觀 我愛大甲媽 不過行程延宕 隊伍原定在傍晚五六點 就會通過西螺大橋 直到晚上八點才到 整整遲了三個小時 絢爛煙火在高空綻放 大甲媽鑾轎晚上九點 鑄駕西螺浮興宮 往年都是十一點才起駕 為了趕路 只短暫停留五分鐘 就匆匆離開 一早跟上表定行程 宮廟盛大迎接 準備長等讓鑾轎停留 信眾金釘紅布覆蓋的鴨轎金 大約三萬張鴨轎金 分成三百份 不過森多舟少 信徒封搶馬上被秒殺 等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 我好開心 放一個地方 放冰冰 或是可以燒來喝 謝謝媽祖 另外沿途還能看見 白色貨車發送飲料 值班斜著翹克虛 原來是被問到不想問了 老師就說 那你順便幫同學 祝個平安跟順利的比例 大家都會問說今天要上課了 是幾期就敢說了 小小便人就不會問這樣 國小六年級女童跟老師請半天假 已經是第五年參加繞進活動 體諒性重辛苦發送飲料 下午就會回學校繼續上課 記者 梁文斌 楊山旅雲杰 SNG 與您報導